刚刚那个声音跟我们平常实际弹出来的声音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如果实际弹的声音的话 会是直接这种实的声音 那如果在做泛音的情况下呢 出来的声音会比较像是中声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接下来要教大家的是泛音的部分 我们可以试着轻轻将你的手指头放在上面 弦上 不是压下去哦 只是轻轻的碰着你的弦 然后这个位置要在12个琴眼的正上方 不是在格子里面 大家应该看到 是在琴眼的正上方 然后我们同时把拇指拨下去的时候 食指要离开 像这样 拨揍的时候离开 但是不能比它早离开 如果比它早离开就会出现这个声音了 要放着 然后拇指拨 食指离开 就会出现泛音了 像每一格12格的位置 都会有泛音 另外第7格 还有第5格 也都会有自然翻音的部分 除了刚才第12格 第7格 第5格 我们可以做自然翻音之外 我们如果别的声音想要做翻音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这种方式来试试看 比如说我们按着一个R 直接弹是这个声音 那它的翻音呢 一样可以做到 它的原理只是在 你按了哪一个格子 往后加12格的位置 就会有它的翻音 比如说 像这样子 就是做出人工翻音的效果 我们再试一次哦 比如说我们按一个F 换F这个位置好了 它是按在第2弦的第1格 然后所以我们这边要找到第13格 就会有F 平常你如果想要练习人工翻音 你可以把最简单的耳歌 或者是你比较熟悉 音阶不要太多音的歌曲 来用翻音做练习试试试看 比如说像小蜜蜂 可以从这种简单的歌 开始做人工翻音的练习 然后最后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熟悉 就可以在比较难的曲子当中 想要应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了哦